诶 惠杰 惠杰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咯 嗯 我有点不敢讲诶 我怕我讲了哦 看我视频的人会直接 摔掉诶 唉 ok 啦 我跟你讲啦 我现在是在 Muriting East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给你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 我是惠杰 你的房产棍 不好意思 这么多个月 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 已经很久没有update这个频道了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 是新山一个非常值得购买的双层牌咯 那买房的朋友们 我明白 是不是一听到 Kota Masai 心里的OS就是 哈 那我现在问回你哦 500千 你觉得在你喜欢的地点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屋子咧 买牌屋 你就不得去找一些很旧的 但是现在是时代 有多少个人 口袋可以那么厚 要准备一笔 投期 历史费 手续费 还要一笔很大的 买公寓 500千 很多的项目 可能只买得到 两方单位 而且 JB人嘛 是不是 大多数 都 prefer 偏好 有地的 双层牌楼咧 好吧 我们现在正式 好好地介绍 这个项目吧 我现在呢 离 Kota Masai 或者是 如果你有听过 Eco World的 Eco Tropics 10分钟车程的一个距离 这里叫做 Morading East 你是不是感觉 这里还蛮peace的 蛮舒服的 是不是很大咧 那发展商呢 这边整块地哦 不是有一个 1313bps那么大的地 发展商预计呢 是用42亿来打造 这个整个全新的套选 我们预算呢 是会花一个 10到15年的时间 来做完成这个发展的 那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的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17年啦 17年 这样是什么意思哦 唉 也就是说 现在你来看这个项目哦 你已经是看得到东西了的 也就是说 已经有一些 就是前 已经见好了一些项目 一些face啊 你可以直接来看到 可以做参考啦 那如果你是 不太熟悉这一区的人 刚刚又听到我讲到 像很恐怖这样 那没关系 我给你自己判断哦 这里去Kota Maasai的DIY 那里只需要11分钟 Lotus Dekotrofics一样 只需要大约12分钟的距离 那这里旁边的套选呢 就是Seri Aram了 这里过去的话 是需要18分钟的哦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换换一个口味 想要去Uru Tiran的MSK买菜 就需要22分钟 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 Formats Jaya这个套选 或者是它的GEO那里的话 也只需要在半个小时里面的车程哦 除此之外 这里最靠近的滑小就有新朗滑小 还有发展上自己打造的店面 Kai Zora Park City 这个设计是不是蛮美的呗 做了在Lotus Ecotropics对面的古文茶 还有各种餐馆 或者是Mase Kidang的Econ Sand 也可以是你买菜的考量之一 登登 还有Seri Aram 至达成 帮助中学分校 看看我们后面这些已经建好的 这些已经售卖完的单位 我们的目标 反正就是带路50千的人口 进来这边居住的啦 OK 我们现在来看的第一间show unit 就是它的示范屋 就是18x65大小的示范屋 那它的那个屋子 你车停进去到你的屋子前面 那个停车场的那个位置 大概是6.8m 就是大概从这里进到去里面 OK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18x65的大小大概是怎样的 我们一路有哦 都只可以参考它的大小 但是Layout最新的Face 就是最新建的那一个房子的款式啦 就是大概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这种玄关都是有的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设计大概怎样做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设计大概怎样做 然后这里就是整个它的厨房的一个设计的idea啦 很够用 OK 我们进来这里 楼下有一个赏背板 然后下也有一间厕所啦 旁边 OK 我们来楼下楼上去 那这里哦 它的sealing height啊 那这里哦 它的sealing height啊 就是这边的高度 楼下的话是3.2m 上面的话就是3m 然后这一间的mallik installment哦 最保守估计啦 大概2,200这样 大概2200这样 OK 一上到来咧 这里我们可以讲是第二个客厅 或者你也可以设计成自己的一个办公座 都是很高的一个sealing啦 就是这里刚刚我说的是大概3m这样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OK standard啦 就是三间房 两个厕所 因为这里的两间房的厕所是空的 好 现在就去看我们的master room 登登 看也可以学它这样加一个镜子 看了是不是比较大 有一个假想的空间这样 来这里 是不是主人放在厕所咯 自己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主人放在厕所 OK 看完化妆版的 我们现在要看 day unit啦 3.2m 这里就是刚刚的那个办公桌的位置咯 很方便咧 就是经过设计一下你才知道 哦 原来还可以塞这么多东西咧 这里的房间 18层65的房间它就没有空的哦 它的厕所 厕所就在外面这个 厨房这里 含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Sealing High 真的是特别的 High 特别的 High 特别的高 这种真的每一天心情会被影响咯 如果你出来就有这样很宽敞的一个空间 所以两间房是空的厕所 好 现在我们去看Master Room Sealing 厕所 诶 这就是刚刚那个镜子 Sealing 来 来 好 现在我们就要去看20x70了 20x70的Malik Instrument 跟这个的Difference 就是大概 它是在2,400啦 所以就是一个2,200 一个2,400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一个20x70的示范屋 你看到后面的这个外观 是仅供参考 因为我们现在最新的Face 会有 slightly different 等你来到的时候可以给你看一下最新的Face 好 那大小方面呢 你是可以参考的有关系 大小可以参考 就是讲那个Layout 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你看喔 20x70的呢 它的Ground floor 就是它的楼下的高度 会比起刚刚那一款 高了一个0.1m 就是这边是3.3m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楼下呢 它就一定固定的 会有一个长辈房 长辈房的话 它都是通去厕所的 就算是新的Layout 新的款式 也是会通去厕所的 我们走了这边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厨房 厨房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楼上咯 走吧 那现在楼上呢 多数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客厅 那你可以做成可能自己的办公室啊 然后楼上就standard 有一个三间房 然后这两间房间 就是要share厕所的 来看一下 OK 我们现在去master room 主人房 主人房的设计就是大概这样哦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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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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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就是大概这样啦 OK 一样啦 我们看完化妆的 现在就要看一个 Hey Unit 啦 哈哈 刚刚 OK 刚刚那个设计呢 因为也是有一些 那种master ceiling的灯啦 所以 现在你就真正的 可以看到一个 3.3m高的一个seating height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长辈房 然后它的厕所 一般 一般 这里就 自由设计一个厨房啦 OK 这里你一样可以像 刚刚那个 第一间 我们去看的show room 其实你这里要做成一个 办公桌都可以的 我觉得那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 OK OK 回上去 哇 你看这里也是 你要做一个 第二的一个客厅啦 还是一个 office的 就是办公桌 这样子啊 你不觉得都 特别宽咧 因为特别高的一个seating 然后一样三间房 我们先看小的 就是这么大 所以如果你要来看房 我们这边是available 我们就是 都有时间到晚上大概8点 9点 所以你要 放工后来看都可以哦 OK 大概就这样 OK 你不要看一下 master room的厕所吗 OK 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那刚刚看了整体的一个空间感 还有四周的环境 甚至是一些半小时内就可以抵达的一些热门地点 是不是开始觉得这个项目 嗯 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啦 那我再跟你说说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项目 全新单位 所以 日式费 英国费等等等 也是全包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妨PM我你方便的时间 我带你来体验一下这里的住宅环境 那如果你还有一些详细的问题想要继续询问的 不妨给我一个机会 PM我我的电话号码 我可以更加详细的继续跟你做解释哦 谢谢你 我跟你讲真的 现在500千双城牌路要去哪里找 现在不买 就真的要miss掉这个机会了 我是慧杰 你的房产顾问 谢谢你支持我看到现在 拜拜 诶 给我share一下youtuber讲一下 麻烦大家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耶 谢谢大家